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大家参观我们三藩市播导会的五堂崇拜 我们继续思想启示录的信息 今天我们去到第20讲 启示录第8章6节至12节 我给一个题目叫做老人遇海 我们同心一同地祷告 慈禀仁和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 给你宝贵的话语 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 也给我们提醒你再来的日子近了 就叫我们能够好好警醒预备自己 也就借你的话语去提醒 劝勉教导 安慰 督责 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今天祷告 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知名的美国作家凯明威 在1951年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短篇小说 叫做《老人遇海》 这本书获得美国普鲁兹文学奖 更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遇海的主角是古巴的一个渔夫 叫做Santiago 故事开始的时候 Santiago已经有84天 一无所获 一条鱼都捕获不了 真是命滞倒霉 运气非常非常差 他的助手是一个少年人叫曼罗连 因为他父母的压力之下 觉得Santiago是一个无运很黑的人 跟他捕食毫无前途 好 于是被压力叫他离开Santiago 另外找一个运气比较好的老板 但是Santiago虽然是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 84天都毫无捕获 而唯一的四名少年助手也离他而去 全村的人都取笑他 他仍然没有放弃 到了第85天他独自而出海 并且去到更远的地方 冒一词险 黄天不负有心人 果然之间出海到中午时运 一条巨大的鱼就上钓了 他相信这条叫Marlene的鱼 大概差不多有1000磅重 于是这个老人就与一条大鱼 在大海里面斗争 那条鱼带气力也大了 就将船一路拖到更远的大海当中 而老人就要自取 憑着他的经验、他的技术 就彼此在大自然里面斗争 他们斗争了三日三夜 Santiago非常疲倦 手脚都被那些鱼线弄伤 流血 他无法睡眠、无法休息、无食 无人帮他 他唯一的武器就是那种打不死的坚忍精神 还有累积了几十年的打鱼经验 三日之后那条鱼也疲倦 气力也开始衰退 Santiago觉得这是一个时机 他就用尽最后的力量 将鱼拖近 然后满力用的刀 将鱼刺死了 并且将旁言具物绑在船旁中 以胜利者的姿态 这条大鱼被刺死 他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因为那条鱼流出来的血 吸引大批鲨鱼来捺食这条鱼 于是Santiago又开始另一场战争 这一回是要跟这群鲨鱼搏斗 首先是一条巨大的鲨鱼来襲击这个小船 Santiago就用他的鱼叉 跟他搏斗 憑着他的坚忍和经验 终于将这条大的鲨鱼打死 但他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失去了鱼叉 于是他就用他的刀 制造成一条鱼叉 绑在船长那里 打死了另外五条鱼 驱逐无数的鲨鱼 但是独力难知 在夜晚的时候 当他将小船拖着那条大鱼 回家上岸 但是整条大鱼 就不住被那些鲨鱼吃吃 最后去到岸的时候 只剩下一盆骨 一条尾和一个鱼头 他出现诅咒这些鲨鱼 打破了他的美梦 到第二天到岸上的时候 他拖着皮佛的身躯 背着船的船鱼 就好像耶稣背着十字架 这样回到自己的家里 然后大碎沉睡过来 这条鱼船和鱼骨 吸引不少人为官 其他渔夫量度一下 发现鱼身竟然之间有十八尺长 他们对San Diego肃然起劲 很佩服他 他的少年助手Manolin 也都关心San Diego 去到他的家里面 看看他的情况 发现他无恙 于是就去买了报纸早餐 来到家里等他醒 醒之后对他说 我现在改变初冲 我很想继续做你的助手 究竟海明威透过这本小说 出带了一个什么信息呢? 又为什么我说启示录第八章六节 到十二节的时候 用老人遇害这个题目呢? 我个人以为海明威 他的中心思想 其实不是说到这么简单的故事 他是论及人生的问题 特别是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老人San Diego就是你和我 面对着大海 就是这个大自然 大雨就是这个大自然 给他的苦楚和挑战 我们显得多么渺小 无能污毒 在斗争的过程里面 我们凭见什么可以战胜这个大自然呢? 其实我们一生尝处在一个这样的斗阵当中 San Diego比起同辈兴寒 比起其他与专民兴寒 大雨的挑战 自己身体的痛楚 疲倦 和鲨鱼的襲击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生里面 需要面对的吗? 我们面对 何尝不是这些大自然的挑战 疫症、疾病、死亡、瘟疫、火山 有人说我们人生就好像跟大自然在那儿斗争 最后仍然是被大自然所吞噬 尘归尘、土归土 说他中间有些好像胜利海船的情况出现 就好像San Diego捉到大雨 终于将它捉了 然后刺死 但不久又是带来失望和诅咒 面对死亡 似乎是人生最后的终点 面对这些悲剧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面对呢? 当老人和大雨在大海里面挣扎的时候 他开始发觉一样东西 他开始和大雨成为朋友 他甚至称这条大雨为弟兄 就好像有些人患了癌病 重病 或者是身体的残缺 或者是很艰难的日子 他发觉 他唯一能够去面对这个现实 就不再视这些为他的敌人 是改变他的心态 视之为伙伴 朋友来减转自己的苦楚 我想到我一个很尊敬的朋友 罗曼华博士 他患上了肺癌 他就用这个方法 他经常说 他说是与癌共母 结果他患肺癌的十年 最后这十年 是他人生里面最productive的一段时间 可明威是透过老人与海中的挣扎 说了一句非常震恳的话 面对大自然的斗争 老人就说了这句说话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he can never be defeated 一个人可以被消灭 但他一定不能够被打倒 成为一个失败者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悲剧 无论你如何威猛 如何聪明 有一天 你都变成无能 无智 面对疾病死亡的威胁 你会发觉 你只要挂起白旗投降 猿蛋 一个人最惨 就是一个失败者 这种被打倒的感受 是人的致命伤 所以海明威就告诉你 老人虽然疲倦 年纪大 没有武器 不够力气 他仍然有无比坚定的勇气 和他用他的智慧和经历 继续斗争下去 法国著名的神学家 查尔鲁就说过一句话 我们明知这个世界 会越来越败卧下去 但我们仍然不放弃 是为这个世界努力 去改善这个世界 看来好像很矛盾 这种心态 比明知山中有苦 迎向山中恒 更加厉害 但是 我们就像这个老人 这样的斗志 海明威透过这个故事 告诉你 不要放弃 但是他自己 为什么最后吞枪自尽 其实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 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著名的旧约神学家 Volta Eichler 主要整本圣经的主题 大概分为三部分 神与人的关系 神与大自然的关系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当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 地势空虚混沌 淤眠黑暗 神就创造了一个 有规有矩 这个世界 神吩咐人去管理这个大地 大自然是需要人去管理的 这是人的范畴 是人的使命 但人犯了罪之后 圣经第一句说话 就是怎么说 天就起了略风 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 跟着圣经就说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奏座 你必终身奴苦才能从地里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质来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 你必看流满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仍归于尘土 这个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 至十九节所说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犯罪之后 大自然不再好像那样磨砍 而是好像成为我们斗争的对象 在最后的斗争当中 我们就被大自然所吞噬 陈归陈 土归陀 陈创造这个世界 是从乱到智 地是空虚云顿 冤眠黑暗 但是神创造这个天地 井井有条 有宙有夜 有光有暗 四时转体 寒暑架式 有规有矩 但天起了涼风 地长出荆棘质来 大自然就成为了我们斗争的一个对象 中国人和西方的社会有点不同 中国人是以龙立国 主张与大自然调合 用磨 中医 也是这样的哲学 中国人的哲学也是这样 就好像 有句说话 天地与我为一 万化与我吻合 这个柳宗园所说 天人合一 是中国不留的理想 但是西方不同 西方是一个工业社会 他们所需要和他们所主张 是控制这个大地 利用这个大地 西医就是打击这些病菌 中医就要调和身体 两个看法完全不同 但是两个看法也有相同的地方 面对大自然的威胁 斗争 我们应该怎么做 大自然就成为我们斗争的对象 无论是病菌 压力 天气 疾病 等等 我想我们怎么做 但是我们不只是看到创造 人犯了罪之后 这个世界就这样去消灭 我们还要看到一件事实 原来在上帝创造的计划里面 还有没势的观念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节之二十二节说 因为受造之物 复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那是因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只望脱离败坏的核制 都是在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探释努苦直到如今 在今天的世界里面 保罗话道 在整个受造之物都活在虚空当中 无论是大自然 或是我们的生命 都在虚空当中 当然作为人 我们很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 都是在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 今天在这个明知会败坏的一个大自然 和生命里面 我们一同坦识努苦 但都没势的时候 神有再次创新天新地 旧要过去 新就会再来 在第一次创造里面 是从乱到智 from chaos to orderliness 在第二次创造 创造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 我们看到同样一个现象 这个大自然 和人生归于乱 在上帝第二次创造里面 也都是从乱到智 from chaos to orderliness 7号是表明了大自然的混乱 这个一方面是上帝 对人类的一种的审判 对人类的一种的惩罚 但同时也都是新天新地 必须经过道路 由乱到智 神的审判 和新天新地的开始 就是我们认识 创世纪7号里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真理 或者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段圣经 首先我们来看看 第六节到第七节 他说 那着七之号的七位天使 就预备要吹 第一位天使吹号 就有抛子 和火柴着血雕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 就被烧了 一切清草都被烧了 首先我们要明白 圣经所提到吹号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旧的圣经里面 中文就通常认为 各声、吹角 其实吹号和吹角是一样的 最低我们看到四个含义 第一 吹号在圣经里面说 是象征神的介入于人的历史当中 就好像《春埃求记》19章16节 当神要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 圣经里面说法 在山上有雷军、闪电、和蜜云 并有各声 各声即是吹号、甚大 形中的百姓尽都发展 在上帝介入人的历史当中 在西离山颁布 向他的子民颁布这个律例 就有各声吹响 第二是象征战争胜利的海船 当以色列人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 去到第七日他们环绕这个城行七次 祭司就要吹角 在最后一次他们吹的角拖墙 众人大声哭见 城墙就倒闲 所以各声是战争的一个标志 亦都是胜利海船的一个标记 第三是象征悔改 当年以色列人献凡祭 或者全民要悔改的时候 通常他们也会吹起各声 例如如文素记第十章十节 或者是以色列人书第五十八章第一节 都有这样的记载 最后 然后最通常 是象征主的日子 尼苍亚光临的日子 神审判的日子 在新药圣经里面 很多经文这样提及 就好像保罗在光临多前书 十五章第五十二节 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 浩图没致吹响的时候 因浩图要响 即是吹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老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个表明基督战胜了死亡 又好像《帖撒罗尼加钱书》第四章十六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有神的浩吹响 那就是基督女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其实 主的日子和吹响的关系 早在旧约时已有 所以《若语书》第二章第一节 就有这样的说法 说你们要在石安吹角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近泥土 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审判日子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七印的头四印 和七号头四号的时候 我们发现很有趣的 那四印就是说到那四骑士 四骑士所带来的灾祸是人为的灾祸 无论是战争 内战 或者是饥荒 贫富远殊 人为的结果 但是四号 头四号就不重了 全部是天灾 大自然而来的毁灭 我们中国人以为世界 五大有五大元素组成 所谓金木水火土 通常我们说五行缺水 就是说到五个元素 金木水火土 而在这段圣经 我们看到所有金木水火土 全部包括在内 有土、大地、石头、金属、树木、海水、河水 全部是更加有火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天使所吹的号 第一位天使吹的号 最后有 抛子与火残着血雕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 树的三分之一都被烧干 所有的青草都被烧毁 我们来看看 什么大自然的灾祸 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 我们立即会想到 春埃及记十灾的第七灾 春埃及记第九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 有这么说法 摩西向天生仗 耶和华就打雷下泡 有火闪到地上 耶和华下泡在埃及地上 那时泡和火残杂 甚是利害 自从埃及成国以来 遍地没有这样的 在埃及遍地抛击打了田间 所有的人和牲畜 并一起的蔬菜 又打坏田间的一切树木 唯独以色列人所居住戈山地 没有兵炮 但第一号 比埃及的第七灾 是重要得多 因为除了闪电 打雷 下泡 还有血和火 交集其间 这个可能就是 若以所描绘的图画有关 于是第二章三十节三十节 那怎么描绘法呢 他说 天上地下 我要显出其事 有血有火 有烟柱 有日头 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惟的日子 未到至前 这些血是什么 有人以为是火山爆发的象征 也有人以为是地中海士人出现血雨 因为在沙拉沙漠有很多沙是红色的 就造成这样的现象 结果是什么呢 在第一号影响之下 金木火土都包括在其内 结果三分之一的地被烧焦 三分之一的树木被烧焦 所有的草都被烧光 关于这一点 或者我们会有一些问题 最低限度有两个问题 我们心目中会问 第一 为什么所有的草都烧尽 而不是三分之一 这里说 地三分之一被烧焦 树木三分之一被烧光 但是所有的草都被烧光 为什么草就要含烂被烧光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第二 为什么三分之一这个数目 不是全部或者不是五分之一 为什么是三分之一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或者我们唯一能够回答的就是 这是上帝的心意 在满日的时候是上帝的心意 为什么它不是三分之一 为什么不是三分之一 不是三分之一 不是十分之一 这个就没有人知道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所有的草不是三分之一的草呢 还有 如果我们再看看第九章第四节的时候 似乎有些矛盾 在第九章第四节 它就告诉我们 叫我们是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既然已经烧尽了 到了第九章的时候 为什么还有草呢 我想答案可以在白居宜的书里找到 野草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在两次审判期间 草又会长起来 所以又要 九章第四节 天使吩咐不要伤害地上的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个号吹响的时候 世界的秩序就开始乱了 回到创世之前的乱局 这是第二次创造 新天新地创造之前 所必须经过的乱局 以致神可以再从乱中统治过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号 第八节至第九节 第二位天使吹号 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 涌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海中的换物死掉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这个所谓火烧着大山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圣经称好似大山 其实不是大山 只不过是似大山 如果不是大山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说这似乎是一些气体 解经间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就是 我们不可以是直解的 这是一个比喻来的 这是一个figurative 是比喻什么呢 比喻巴比伦 所谓巴比伦 也不是昔日望了个巴比伦 是指所有敌对神势力 在那时候来说是巴比伦 去到新亚时是指罗马 到到末世的时候 可能另外一股的势力 是跟上帝作对的势力 为什么说这个是巴比伦 我们要看看旧欲的背景 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二十五节 也说说 你这行毁灭的山下 就是毁灭天下的山 我与你反对 我必向你伸手 将你从山岩滚下去 使你成为烧毁的山 所谓你 就好像二十四节说得很明显 是指巴比伦 巴比伦 可以指当日的巴比伦 也都可以指到约翰时代的罗马 也都可以指任何一个敌对基督的势力 所以有不少的解经家 因为第二号所提出的火烧 仿治火烧的大山 指到巴比伦而言 也有解经家以为背景是来着两月之间的启示文学 就好像以乐书第十八章十三节 以为是天上来的巨星从天降到海中 一种天然的现象 第三月也有解经家认为这是火山爆发 因为在公元后七十九年 在意大利发生一个很大的火山爆发 大家都明白到很出名的一个城市 这个蓬佩尔就整个城市被盖过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意大利旅行 我相信多少人都会去蓬佩尔来看看当日的情况 所以可能是指到巴比伦 即是敌基督的势力 同时也可以是指从大星堕下来 或者是火山爆发的天然现象 无论怎样这个世界就成为一个乱局 结果怎样呢?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群 这个比我们想到出埃及记第七章的第一载 尼罗河的水都变成群 所有鱼都死了 尼罗河是埃及的命物 在罗马时代地中海也有罗马的命物 在今天的世界海洋也是这么重要 往往成为各国争端的地方 结果三分之一海中的灰蜜死了 算了三分之一就破坏了 它影响整个罗马的经济和生计 日后也影响整个经济和日的生命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号 第十节至十一节 第三位天使吹号 有烧着大声好象火把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中水的泉源上 这声名叫恩尘 中水的三分之一变为恩尘 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 第二号是针对海洋 三分之一海洋活物死了 三分之一海洋行驶的船隻被毁坏 但是水除了海水之外 还有湖水河水井水 第三号是针对河水井水 这些所谓中水 这里提到有烧着的火星 就好像火把那样从天上落下来 这个星的名字叫恩尘 恩尘是什么意思 希腊文这个字 希腊文这个名字叫 Athemisia 是一种植物 味道非常苦极 它不是毒药 但是令人非常不舒服 嘔吐 所以以色列人称 这个恩尘是拜偶像的结果 就好像《生命记》29章17-18节说 有怕你们中间今天心里偏离耶和话 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那角的神 有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彩 我恩尘来 所以恩尘对犹太人来说 有两重的含义 第一 在肉体里面苦极 令到你非常不舒服 第二 宿灵 拜偶像 利弃神 被神丢气 当这个烧着的大声 落在江河中的时候 有三分之一受到污染 不单只是河流 其他的水源 无论是湖水 井水 其他的水源 也都有三分之一污染 水对巴勒斯坦人来说 非常重要 水受污染 没得再喝的时候 就有生病 所以圣经说 死了许多人 这个就是神的懲罰 就好像神对利洛河 将河水变成血 一样的懲罰 又是乱局的一个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第四号 最后 第十二节 第四位天使吹号 日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寿的三分之一 都被击打 以至日月星三分之一 黑暗了 白昼的三分一 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这就被我们想到 埃及记者第十章十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天生仗 使埃及地黑暗者 黑暗似乎摸得着 摩西向天生仗 埃及遍地就乌克了三天 三天之久 人不能相见 谁也不能敢 谁也不敢 起来离开本处 唯有以色列人家 仍有良国 我们留意 约翰所用的字 他说 日头月亮 星神是被击打 击打这个字 希腊文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 eplaggy eplaggy 这个字是源于另外一个字 叫做 plaggy plaggy 英文的plag 这个字就由这个来 plaggy 这个字可以译做瘟疫 也可以译做 灾灾 灾害 埃及的灾灾 就是用这个字 原来 这个字 是说到上帝打击日月星神 所有放光的光体被打击 带来什么结果 黑暗 没有光 这个就是创世之前的情景一模一样 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 美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运动 冤绵黑暗 每天的世界就是这样 只不过他现在是局部 是三分之一 是没有光 一点都没有 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 这幅是什么图画 启示录第21章23节就说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为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高阳卫城的灯 这国要在城的光 旅行走 在那里再没有黑夜 在新天新地 我们不再有日月星神的光 因为有神和高阳的荣光 不再有黑夜 我们看完这几节圣经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我们说到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在神第一次创造里面 神吩咐人要管理这个大地 就好像创世记第二章第五节 说你要奸地管理控制这个大地 但当人犯了罪之后 天就起了良风 地就长出荆棘和质厉 人要汗流满面才得户口 及着人被逐出神的诺言 第四章十二节 你种地 地不再给你效力 你必流离 飘荡在地上 充满了危险 挑战 就好像老人与海的挣扎 在大海里面 和大雨挣扎 和鲨鱼挣扎 和饥饿疲倦 今天我们何尝不是 并哀世界有什么意思 但最终都是被这个大自然所吞噬 尘归尘 土归尘 土归土 难道这个就是人的命运 对世人来说 似乎是悲哀 就好像苏东邦所说 人有悲欢离合 但最终仍然归于尘土 但是福音是什么 耶稣为我们死了 有福活了 而一再来建立新天新地 我们信住了主的人 也都是从扭坏变成不扭坏 这个好吹响 就是要说明这个真理和盼望 保罗 他怎样说法呢 他说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睡觉就是死亡 乃是要改变 就在一杀事 眨眼之间 浩涂没自吹响的时候 因浩涂要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扭坏 我们也要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也都是圣经里面 所给我们的真理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阴情言绝 此事古难存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诚 在哪里有长久的生命 耶稣基督就告诉你 在他里面 才有永生 请我同心 我同意吐告 天后来做一次多谢你 是因为你的爱的缘故 以致我们能够有 复活的盼望 天地都要改变 都要过去 唯独是你所赐的生命 是永远长存 我们为此献上感谢 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载 儿子 我监狗 他还是endo 感谢 实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